以色列和伊朗支持黎巴嫩 兼阻挡武装衝突急剧升级当中 那么包含了中国大陆在内的多个国家 都紧急从黎巴嫩撤离公民 第一批撤离的澳洲公民呢 现在安全地飞抵到了塞浦路斯 第一批229名的澳洲公民 已抵达塞浦路斯之后将会再转往澳洲 那么澳洲除了出动军机撤离 还计划跟加拿大合租商船 每天走海运运送1000人离开 目前各国都在从黎巴嫩撤草 除了大陆部分已经安全撤离了 215名的中国公民 南韩派出了一架KC330 军用运输机接回大约是100名的韩国公民 那么日本也派出了自卫队运输机 前往中东 要尽快地让国民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西方阵营当中呢 对中东战火的阵线再次出现分裂的情况 法国总统马克宏呢 5号的时候批评了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地面战 明确表态主张对以色列寄出武器禁运的制裁 而以色列总理呢就随即强硬地回复 痛斥西方国家不跟以色列站在同一阵线 应该要感到羞愧 我连弱了第一位金星和出发了另一个选择 这个招律 特别是地面战争的地面战争 而我认为他们的供应不可以每天叫我们的供应 和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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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